這個美國的銀行如果倒閉潮的話 或者是再倒的話 它還能升息嗎 它還能所謂的舊通膨嗎 還是說大家集中火力 先來救這些倒閉的危機再說 第一個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美國過去有兩波銀行倒閉潮 第一波在1988年到1992年 那時候倒了7家 第二次是在2008年到2010年 金融海銷的時候 那時候倒了10家 所以美國銀行要嘛就不倒 一倒就倒個7家10家 目前是4家了 照過去的經驗大概倒了40% 大家會想說哇那麼恐怖 美國銀行倒那麼多家 台灣銀行才30家 台灣要是這樣倒那真的不得了 美國的銀行很多 美國大中小銀行一大堆 社區銀行一大堆 其實台灣的金融機構也很多 比你想像的要多 台灣除了真正交銀行的以外 農漁會信用合作社 它有很多信用部 就像你在轉帳的時候 你不是看到每次那個轉帳代碼 那麼長 難道都是銀行嗎 它不是 它很多是農漁會信用合作社 他們裡面也有一些銀行的功能 所以我們的轉帳可以透過那個進行 那美國比我們更長 美國有4000家銀行 所以就算真的倒了10家 葉倫也說了 真的倒了10家 用數量上來看 只要不是大的 那30家最大的倒 其他小家的問題還好 所以美國的態度 就是財政部的態度是覺得 哎呀要倒沒關係啦 那個小家的 那倒個2家 大不了就叫別人把它買了 也不會有問題 但是美國最近的情況是 我們知道它去年是快速升息 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銀行其實喜歡升息 但是你升太快不行 銀行升息對銀行的利息收入有幫助 所以銀行照說可以多賺點錢 可是因為你升太快了 我的利息錢還來不及收那麼多 結果我買的債券 跟我買的股票大跌 它一跌就跌了20億 結果我利息錢收了才2億 那你那個整個就是虧嘛 所以美國在去年到今年 很多的小銀行就出事了 因為他們之前呢 錢不是真正帶放出去 他們去買了美國公債 他們去買了股票 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股票再去一跌 他們的帳面上就損失很多 這是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 那誰把這個錢 放在這個小銀行呢 小銀行跟大銀行不一樣 在我們台灣很多大銀行 它的客人有錢人也有 一般的民眾也有 他什麼他都有 但是我們的小銀行 因為我爭不過大銀行 所以我通常都會去找一些 比較特別的客戶 專門鎖定 所以管理學上 好聽的這個叫做差異化 差異化 比如說像矽谷銀行 他就你聽著名字也知道 他專門做矽谷的 新創公司的生意 好的時候 當然矽谷的公司只要好一個 他們當然矽谷銀行生意很好 但是矽谷銀行的客戶 是新創公司 風險就來了 因為新創公司 這幾年都在燒錢 但是他們真的能夠幫你 賺什麼獲利或投資 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是第一個風險 第二個我們看第一共和 第一共和 它的客戶跟矽谷銀行又不一樣 矽谷銀行是新創公司 第一共和是高資產客戶 就是大家聽到那些有錢人 像馬斯克特斯拉老闆 他的錢就放在第一共和 他也跟第一共和有資金往來 大家想說他不是只放錢 為什麼要資金往來 我跟你講有錢人 他們用錢的態度 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前兩天空我有個朋友 他去買一台特斯拉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個特斯拉兩百多萬很貴 他說我都貸款 我想說為什麼你要貸款 他說我幹嘛要用自己的錢 那個銀行現在買車的貸款 也才兩%多 我拿去買什麼股票 什麼股票 他反正會告訴我一堆投資工具 有5% 我拿了200萬去賺5%的收入 但是我只付2%的利息 我很划算 所以有錢人 他們的資金調度 有時候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所以第一共和 純錢人都是有錢人 我們看當美國的存款保險 我們要講當銀行倒的時候 我們臺灣有300萬存款保險 美國是25萬美金 25萬美金 750萬台幣 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綽綽有餘 有錢人他怎麼可能存25萬 你看這兩天那個NBA球賽 NBA球星一年的收入 3千4千萬美金的一大堆 他存放在你這個銀行 結果最後萬一要是倒了 結果你告訴他你只賠25萬 他哪敢把錢放在這邊 所以平常可以放 一有風吹草動 第一個以前的風吹草動 還要媒體報導 然後大家去擠兌 那美國的聯準會說 這個要10天 現在不用10天 你只要一發生問題 網路就開始傳開了 接下來他也不用到銀行擠兌 他按個鈕就開始轉賬 然後你的錢就這樣 不知不覺錢就被搬光了 所以第一共和跟矽谷銀行 都是因為客戶太集中在有錢人 而存款保險不夠 再加上快速升息造成的風險 最後透過網路宣傳的壞消息 跟網路提取現金 一天就倒掉 所以這一次美國的金融危機 大家要知道 跟過去有些是相似的 快速升息 跟過去有些是不同的 因為網路 所以美國現在 拼命在盯這些網路 又在傳 這兩天好像 什麼西太平洋銀行 也是有這個問題 反正只要被網路一傳 你就慘了 大家都開始轉賬 不管3721先轉走 所以美國最近的資金 都往哪邊跑呢 第一個大家都把錢 從小銀行搬走 搬到大銀行去 覺得比較保險 比較保險 第二個就是 他的錢不要放股債市 他去放貨幣市場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是什麼呢 有一種基金 他專門投資在國庫券 因為我們知道債券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 一段講的美債 美債有什麼5年債 10年債 20年債 30年債 時間越長的債 升息的時候跌越重 大家有這種觀念 時間越長的債 越怕升息 那也就是說 時間越短的越不怕升息 國庫券就是這樣 國庫券通常在6個月以下 3個月 所以他對升息 基本上無感 他免疫又無感 所以呢最近的美國人 他們就把錢搬到 貨幣市場基金 也就是去買美國國庫券 用這種方式去投資 那這些錢聽說已經進去了 快1兆美金 都往這個地方跑 所以第一個前往 為什麼國庫券這麼安全 是因為它是美國政府發的 美國沒有像我們台灣 有台銀土銀這種公銀的銀行 還有郵局它是公家的 所以你前往 萬一要說我們台灣 有風雷草動 我也建議大家 可能先往公家銀行 反正公家銀行 好像是最安全 但美國沒有這種公家銀行 所以對他們來說 最好的是公家發的債券 然後另外就是大銀行 美林花旗 可能就不容易倒 所以我們剛剛講 第一個問題是為何發生 第二個是 他們現在怎麼處理 第三個 那接下來美國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每倒一家銀行 就虧了一千多億 那美國的存款保險 手上也只有一千多億 你多倒兩家我也受不了 所以目前是靠聯準會輸血 你們每一家都可以把手上 擁有的債券不是賠了嗎 賠了20% 30% 你現在是拿去賣 都是賤賣 你不要賣 你拿我這邊借錢 我借錢給你 我用面額借錢給你 所以聯準會在短短的 一個禮拜之內 放了4000億美金 放給這些銀行 當然這些錢有的流入市場 所以股市大漲 但是還有很多是被銀行 自己留住 他不敢放出去 因為他不知道客戶 要不然過兩天就來給我提款 就像我們台灣以前 萬一要是金融危機了 金融機構發生問題的時候 都會在櫃台堆滿現金 告訴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來提款 都沒有問題 所以美國 當然他們現在 不會在櫃台放錢 這麼傻 現在就告訴你 我們的資金充裕 大家不要擔心 但是這樣子的結果 會造成什麼呢 銀行就不敢把錢放出去 銀行不敢把錢放出去 那中小企業怎麼辦 最近景氣很差 還有那些美國的房貸戶 那最近我的貸款被限縮了 利率本來就已經很高了 我還借不到新人 你知道很多有時候 房貸要是利率變高 民眾是不是會轉貸呢 比如說 A銀行現在在美國 他們的30年級房貸利率是7% 但是有另外一家金融機構說 我5%就好 所以我本來應該可以轉貸 結果這一家 因為他的金融緊縮 他又不敢把錢借我 那我就不就被這個7% 給逼死了嗎 所以美國接下來當他們的企業 拿不到資金倒閉 或者是民眾因為拿不到資金 房地產違約 那下一波的金融危機 又會再度開始 所以美國民眾現在是 先把錢往安全的地方搬 但接下來美國的銀行問題 根本就沒有解決 也許下半年你就會常聽到 哇 那個專做房地產的倒了 那個專做中小企業的倒了 因為他們都會有 放款違約的問題 那主任如果我把錢從小銀行 或者是比較那種社區型的銀行 我搬到了大銀行 那這樣這些小銀行 他們不就是沒有錢了嗎 那他們也會有一些流動性的風險 所以他們接下來只會倒更多了 如果大家都是這個心態的話 是 所以最近美國 常常就被人家點名嗎 西太平洋銀行 就被他們點了下一個 現在很少被點名的 錢就搬 錢就搬 現在就算每一次我都把錢搬走 恐 有一個恐怕的恐 我們看到這個恐字 大家真的就恐慌了 所以對美國的政府 或者美國政府現在是告訴你 我們出市一家就就一家 以前叫大道不能倒 現在是通通不准倒 倒一家我就就一家 所以你看到像瑞士信貸 歐洲的銀行 它出市的時候 瑞士銀行也是 瑞士政府也是第一時間就接管它 叫瑞銀去買它 現在出市的像第一共和 直接就賣掉 那用我們亞洲的做法是什麼 過去日本跟臺灣都是這樣 金融結構出市的時候 不可以讓它倒 先接收政府先接管 然後櫃台上擺買現金 大家沒有事不用擔心 不要來擠兌 只要你們不要通通跑來 它的錢其實是夠的 好 接下來等你過兩天沒事了 我們再來算帳 說你到底現在值多少 有沒有人來買你 因為你的分行多 或你的資產多 或你有一些好的客戶 我們就來買你 所以美國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它現在不會讓這些銀行 繼續倒下去 夜輪獎歸夜輪獎 那是他說的事 但是美國政府的態度是 出市一家就就一家 但是救完以後就賣掉它 就學當初中國大陸 學日本 學臺灣 都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說 美國看起來很公平 那個中小借會倒 餐館會倒 那大家都會倒 為什麼銀行不會倒 銀行不能倒 因為倒了以後 美國接下來的金融風暴 會讓美國原本就疲弱的金融 跟它的經濟雪上加霜 主任為什麼覺得 美國現在是處在一個生病的 或是它的經濟景氣 沒有那麼好的 你覺得真的是所謂外界 我們看報紙講的俄物戰爭嗎 還是其實它的體質本來就有問題 又或者這是它暴力升息之後的後果之一 是 美國在疫情之後 其實美國大家疫情之後 都是遇到同一個情況 臺灣也是一樣 美國疫情結束之後呢 他們有一段時間內需爆發 什麼迪士尼門票賣得很好 飛機票也賣得很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爆買 但是這種東西沒有辦法維持 因為疫情期間 你很多公司是倒掉的 然後那個時候只是靠政府 拼命給你打葉克爾摩 打強心證幫你住起來的 所以你看到美國那個時候 聯準會它本來的資產規模 是4.5兆美金 疫情短短的一年之內 就把資產規模 從4.5兆變成9兆 它讓你的資產資金多了一倍 那個時候他們怎麼用這些錢呢 財政部先給聯準會一個額度 在這個額度之內你可以去印鈔 大家不要覺得聯準會印鈔是無限距的 要財政部給他額度授權給他 然後聯準會就照這個額度之內 他去印鈔 他印完鈔以後 但是那個錢他也沒有辦法 直接給民眾 因為中央銀行沒有辦法 你沒有在中央銀行開戶 對啊你在中央銀行有開戶 我也沒有 中央銀行沒有辦法直接給你錢 所以那個時候中央銀行 但是中央銀行如果透過銀行去放款 他會有個問題 那時候沒有銀行敢放款給企業 因為覺得你們這些企業都會倒 迪士尼也會倒 福特會倒 然後反正那些跟旅遊相關的餐館有關的 全會倒 所以他根本不敢借錢給你 他怕倒帳 所以中央銀行能夠做的事情是 跳過這些銀行直接把錢給人家 在二戰的時候 德國就做過這個事情 德國那時候發了一個工業債券 企業你直接發債我來買 你不要透過銀行 因為銀行不敢放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 直接由聯準會印完鈔以後 去買公債 買自己的公債 還有買公司債 那些大公司的公司債 還有一般企業的商業本票他都買 用這種方式把錢灌到你的手上 讓你可以付工資 付員工的薪資 讓你可以付貨款 好 你們這些都沒問題了 然後經濟慢慢恢復了 這時候聯準會 他哪有可能一直放錢給你 還要慢慢收回來嗎 所以聯準會這兩年開始 一 升息 本來利率是零 開始升息 升息就把錢流進銀行了 第二個是美國聯準會還縮表 它的縮表規模 現在是每個月一千億 一直往外面縮 所以我們想想看他總共九兆 一年就可以縮到一兆 就跟你在煮開水一樣 現在呢 我不會把蓋子揭開 因為蓋子揭開你也不會降溫 我把你的瓦斯關小 我每次就一年給你關小一格 我每個月給你關小一格 你的火就會慢慢熄掉 所以美國過去 為什麼經濟這麼火熱 是因為聯準會在那邊添財 加油 給你燒開水 現在偷偷的在給你關小火 所以你的水燒不開了 所以你剛剛問說 美國的經濟為什麼會降溫 因為過去這兩年 他本來的經濟不該是這樣的 他是被政府打強心針打出來的 但現在呢 強心針藥力已經過了 那這個病人必須要從加護病房 回到普通病房 要自然去療養 這個時候你說他會活蹦亂跳 馬上就開始又跑又跳 不會啦 要先復健休息一下 不過這個時候 有產生一個新的問題是 這個病人呢 之前打的藥也是太猛了 現在在發燒 就是物價一直漲 所以那個物價一直漲呢 聯準會說 你在發燒 那我們要來吃藥 吃退燒藥 對 吃退燒藥 吃一顆不夠 吃三顆就升息三嘛 然後吃太重了 然後不太舒服 那就變兩顆 然後今年再變一顆 還是不舒服 然後還有兩個已經倒下去了 不能再吃了 這個退燒藥副作用太強了 所以現在告訴你 停藥 所以美國聯準會 它的施政目標 我們這邊幫大家總結一下 經濟成可貴 通膨價更高 正常的時候 台灣也是一樣 經濟最重要 但是呢 還有一個比它更高的目標 是物價上漲 如果你經濟成長率才1% 結果物價漲5% 你的薪資成長才1% 結果呢 現在外面物價漲5% 你的薪水根本就等於沒有加 還被扣 所以對於央行來說 它第一個要對付的是通膨 那通常都會用生息 就吃退燒藥 若為風險故 兩者皆可拋 但如果因為你吃這個退燒藥 副作用太強了 掛了兩個了 這時候不能再吃 所以這個時候對於美國聯準會 鮑威爾這次 在5月份的那個演講裡面 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現在的利率 已經升到差不多了 後面一句 因為我們現在金融業 快倒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生息了 退燒藥先吃到這邊為止 然後接下來看這個病人的 復原狀況 還有他的耐藥的程度 如果接下來還有生息的可能 還需要的話 其實美國現在好幾個 聯準會的那些理事 理建事也都提到了 美國應該還在升一點點 不要那麼快就停藥 因為物價還是有上漲的可能 所以大家也不要掉以前心說 美國接下來就不升息 年底就降息 但接下來的劇本 其實因為最近的物價 特別是油價波動得非常的大 不排除美國下半年物價 還有又從5%又往上跑的機會 到時候聯準會可能就不是降息 甚至有可能要升息 這時候金融市場一定大亂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